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哈 今天这一集啊 咱们得讲真正大事了啊 真出大事了啊 因为你看日本人呢 他大概每一年呢 要公布一个那个论文的事 是吧 已经公布好四年了 对吧 因为我老讲他那个嘛 那现在的话呢 自然杂志呢 人家也开始玩了 对不对 就是说白了 科研城市啊 那什么叫科研城市呢 就是你这个城市呢 具备这个科研能力 对吧 就是代表未来创新啊 对不对 过去这种榜单呢 一直上榜的人呢 比较多的是那些北欧的西欧的小国 对吧 你懂了 这东西就怎么说呢 就 比如说什么比利时 是吧 什么 卢森堡 是吧 就那种人均GDP 欲说不是高那种的 但是你说有用没用呢 就压根什么用也没有 因为你想啊 你想啊 你比利时 卢森堡那种地方 是吧 你能用他们去跟外部人玩吗 对吧 谁怕你呢 对不对 你再说了 就算荷兰什么的这种上榜 它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吗 对吧 其实都没有啊 真正的大国 看的都是那些什么中啊 美啊 印啊 什么法啊 英啊 德啊 德啊 俄啊 基本上都看这些国家 对不对 现在三哥毕竟有点能力了 是吧 给人带上去啊 别什么都拉着你三哥 是吧 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路子啊 那现在人家自然杂志一颁布之后 傻眼了啊 为什么呢 你看啊 他讲的是什么 这个全球嘛 这个科研创传城市嘛 那科研创传城市的第一名是谁呢 第一名是北京 是吧 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上海 第三名纽约 第四名波尔顿啊 第五名的话是南京 第六名的话是旧金山 第七名的是巴尔蒂摩 第八名的话是广州啊 第九名是武汉啊 第十名的话是东京 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日本啊 已经被挤到哪去了 是吧 已经被挤到了这个第十名 而且如果按照科研他提供那个指标来看的话 北京比东京多大概四倍 啊 不到四倍吧 3.9大概也就这意思啊 上海的话比他多两倍啊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 呃 如果你继续往外这个榜单继续往外放的话呢 你会发现啊 呃 如果你按照前二十名的话呢 那么呃 是吧 这个武汉 杭州 合肥 呃 西安 是吧 这些城市呢 都怎么样 都会被放出来 是吧 那这么算下来的话 前二十名当中有十个城市是咱们的 十个城市 全世界啊 科研最厉害的这些地儿 有十个 前二十里有十个就是咱们 对吧 那么东京呢 排第十 巴黎十一 是吧 首尔十二啊 伦敦的话呢 十三啊 释加哥十七 对不对 那你说接下来的话怎么玩 因为杭州是十三 合肥是十五啊 是吧 那那怎么玩呢 那你也就好 所以未来的形势在告诉你什么呢 那就是告诉你中国的发展越来迅猛啊 而且按照他的自然指数 科研城市2024的这个计算 在上升最快的全球50个科研城市当中 是吧 有44个中国城市 对吧 什么意思 就未来中国就是科技都一大堆 科技之都 是吧 那科技城市全是中国 你看这意思吧 你想想将来科技是谁的东西 是咱们的东西 将来是咱们玩科技 对吧 所以说白了 未来的科技啊 高速文化这些东西都将来都是谁手里 全是咱手里 你这不是咱们的了吧 这不是说我一说胖你就乱说话 对不对 这是谁出的 对吧 这是自然杂志 自然指数 科研城市2024啊 这是他出的排名 他不是我弄的吧 你这不能说中催中赢了吧 对吧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没跟你说吗 胖子行走于江湖 靠的就是什么啊 就是一句话 朋友多 知道吧 所以一说出事了 朋友这四面八方全都来相助 啊 这个说你这个缺少点数据 啪 朋友把数据给了 那个一说 这个不行 啪 数据就给了 对吧 就这么简单的事嘛 啊 所以未来呢 对于 美国来说的话呢 我不说如临大敌吧 多少可能要完蛋啊 所以你觉得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还有未来 对吧 美国的未来只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那张桥嘴啊 只剩下他那媒体的霸权 但是那个东西没用 是吧 为什么没用呢 因为科技这个东西呢 他 他不是说什么天顶星来的技术 对吧 所以我一直讲就这么简单 科技吗 是吗 不是 对吧 他只要不是科技天顶星技术 那最后的结局就那几个东西 第一个 钱 第二个 政策 第三个 人才 这三个东西如果都拿出来的话 那最后造成的结果 什么结果 那你自然排名上升嘛 对不对 有 你考不了这个满分 有能考满分的 对不对 胖子虽然说数学不行 是吧 有型的呀 你只要让有型的人坐在他该做的位置上 那这个游戏不就结束了吗 那最后不就出来吗 他又比谁笨 又不比谁啥 是不是 那一个也说都惊着呢 而且咱没跟你说嘛 你看啊 小的时候人也说什么呢 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力 为什么呢 因为外国人呢 都是认知自然 熟悉自然 跟自然玩 咱们呢 老是跟人斗 对吧 人和人的竞争 人家是人和自然的竞争 那人和人的竞争 那你 瞧不起我 是吧 我非要往上冲 那将来你阻止得了我吗 对吧 很现实的结果 你也阻止不了 所以未来的形势呢 就这么简单 踏实实的呢 中国下一步的就把高斯文化做完 高斯文化做完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就是亚非拉 就我这么讲就明白了 就是它是两种思维 第一种思维玩的是什么 第一种思维玩的就是你跟谁走 没有吧 你跟谁走 第一种思维 其实你玩的是你跟着美国的游戏走 所以你跟着美国的游戏走的话 美国是消费者 欧洲 日韩 是吧 包括中国吧 是制造者 亚非拉是能源的提供者 它是这么一个循环 如果你跟着中国走的话 中国是消费者制造者 亚非拉呢 是这个能量的循环 是吧 是原材料提供这些产品的循环 甚至呢 亚非拉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制造者和能源提供者 对吧 将来他们制造这个普通的东西 咱们呢 去制造正先进的东西 最后达成什么 达成咱们和他们的这个循环 这个循环一旦达成了的话 那你想后边的事还是一般胖吗 那你觉得未来 对吧 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到底中国有没有组建自己游戏规则能力呢 对吧 这东西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吧 所以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 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怎么办 美国就完了嘛 美国这个游戏就给摸摸的啊 所以不是说我一说我就黑他 对不对 我说实在话啊 就快盖不住了 是吧 锅盖就快盖不住了 那个水壶在那出水 壶出生气了 知道吧 就快盖不住了 就要开锅了 真的快盖不住了 就差一下 差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一个出现之后出现了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让所有人不能说不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历史的大事由大事来决定嘛 历史的大的这个方向由大的这个东西来决定嘛 那只要这个这个出现了 只要这个科技的脸出现了 那最后到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 那就就另一个事嘛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嘛 明白吗 所以当另一个故事发生的时候 那你还要说 是吧 还有什么可玩呢 那就没得玩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不是说我是吧 老袋吹黑的 对不对 慢慢慢慢你就知道了 就盖不住了 就什么意思 如果你站在美国这个循环里 你似乎中国永远击败不了美国 但是你看看这个世界 是吧 另一个循环已经出现了 当另一个循环彻底出现的时候 两种循环它就完全 构成两种模式了 那一旦两种循环构成了两种模式的话 那完全就是两种思维了 那你美国还能赢吗 你站在美国的循环里 完了 这帮人只说这个循环的好话 这帮人只说这个对的 这帮人只是如此如此的 对吧 那这帮人如何如何 你当然觉得最后这个游戏是这么玩的 你当然觉得这个游戏是这么玩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东西没毛病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往下再往下玩 是不是 你玩到底 玩的是什么 玩就另外一个游戏了嘛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的意思吧 是吧 所以说白了 这个玩法 玩的到底是什么 你心里就有 它是两种循环 两种思维了 你美国现在应该怎么样 应该现在稳 稳住了 是吧 不要动 完了慢慢慢慢的聊 慢慢慢慢一点一点走 对吧 你这个现在还行 因为说白了 救美国已经救不了了 没有任何人能救了美国 知道吧 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了美国 那怎么样 救美国不救的话 那可以玩什么 可以玩新美国 可以利用新美国这个游戏去玩 对不对 它有什么优势 第一个制造业的优势 第二个高自动化的优势 这些科技的话 说白了还都有 借着这些游戏的话还都能玩 还都能继续 明白吗 明白 我跟你讲这道理吧 这个游戏还能去玩 还能 还能去做 你不借着这东西 将来你保着老乡身 完了老乡身 跟你去做 是吧 最后踏实玩这个 你现在拿着大棒子 呼噜呼噜抡人家 是吧 我就问你 你拿着一大棒子 天天抡那个 抡那个 对吧 抡张三 抡李四的 对吧 在那抡 抡完了最后的话 你觉得能玩吗 你觉得这游戏你真的能玩得成吗 嗯 说白了吧 你根本就玩不成这游戏 知道吧 所以未来的形势呢 其实已经怎么说呢 非常的明朗化 对不对 对于美国来说呢 你玩这个游戏 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 穿宝它有一个问题 穿宝的问题是什么 就穿宝都是玩假的嘛 知道吧 就是外界的人在那哄 哦哦哦哦 在那哄 打打打打打打打 快打 知道吧 其实呢 穿宝在那哄 他打不出来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能不能打 能打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他打了 打了之后的话 那付出的代价 代价是什么 代价就是他所有的西洋井全要付 你不打 这个世界还会认为你是强悍的 你不打 人们还会觉得你这游戏能玩得下去 你还能是一说活金刚 铁罗汉 就说白了跟国王的新衣似的 你不把这个新衣脱掉 对于别人来说的话 别人还得求着你 你把这个新衣只要一拿下 只要这个东西一拿掉了 对吧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是吧 那这心里就有数了 所以国王的新衣是不能拿掉的 因为一旦拿掉 拿到最后 是吧 所有人都不会再增存你这个游戏 对吧 你只要让别人看到你这个弱点 你只要让别人明白了 对不对 你这个弱点 你理解了这个弱点 那最后的话 你这游戏 你还 你说 你还能玩 玩得下去吗 没有吧 明白 我跟你讲的意思吧 玩到最后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结果 你就玩不下去了 所以玩不下去了 才是他最艰难的东西 对不对 玩不下去了 没有能玩的这个点了 那才是他最终的这个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那只有装 装是唯一一个最好的点 我没跟你说吗 大搬运对美国好 你以为大关运只有对中国好 错了 大搬运是对美国好的 美国这个游戏也能玩 对吧 如果你不装了 大家都不装了 所有人都不装了 全把这牌打开了天窗 说亮话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 知道吧 那对于别人来说的话 你美国你就腾腾地吧 对不对 德不配位 必有灾荒 是吧 您就腾腾地 该人家玩了 另一个循环加速产生 是不是 那就算是你最后给玩崩了 1929年那种大的危机来了 那地球照样也转 对吧 只不过就是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 肯定没有这个 是吧 我不弄崩了 要好嘛 对不对 那你真的把所有的最后全玩崩了 真的 你把最后最后这点东西全玩崩了 对吧 对你来说是什么真正的好事吗 不是啊 你不玩崩 对吧 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 这个游戏还是能继续 你玩崩了 后边属于你的也就 知道吧 你会更快的完蛋 而且你一旦啊 我说实在话 我说句我心里话啊 一旦最终最终你把它彻底给玩崩了啊 一旦你真的彻底把它玩崩了 你可回不去了 你可别跟我说啊 你玩最后的时候你能回去 是吧 你还能回到原来 对不对 你想回到原来就回到原来 对不起 没有 是吧 永远也回不到原来了 是吧 永远永远也回不到原来了 那那个时候的话 你崩了之后 是吧 那只能怎么说呢 那就慢慢享受呗 除了慢慢享受以外 还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吗 没有了 好吧 那这一节呢 先到这 看下一节内容啊 那这一节啊 咱们得讲硬事啊 所以这世界呢 不打残 不打懒的 还穿打不长眼的 那问题是为什么这么不长眼 是吧 现在就找你逃打来了 对吧 石破茂说这致信啊 给拜登说恳请啊 美国政府批准啊 日美钢铁交易啊 这日美钢铁交易的话呢 是川普一定说要否决的嘛 对吧 所以日本手上石破茂呢 已经致信了 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后者啊 批准日本 智铁对美国 是吧 这个钢铁公司的收购啊 以避免破坏两国最近为加强关系所做的努力啊 这个事是这样的 为什么就一定要在这么屈辱的这个条款当中 你不要认为这个是对美国屈辱 不对 对日本是挺屈辱的 是吧 现在那边给了无数的刁难的东西 对吧 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刁难他 他还要这个收购他 对不对 恨不得就是买了这公司之后的话 连管理权都没有 为什么这么屈辱还要接受 为什么 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 有两个目的啊 第一个目的呢 是最现实的需要 就是对于日本来说的话 这个生意不能谈败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国家来说的话呢 国家是需要信心的 对吧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嘛 所以需要信心 需要让所有人对你这些产业有信心 那么你能够收购成功 对于日本企业来说的话 起码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并且你还要有一点看明白啊 其实过去呢 日本的这个汽车在中国卖的时候 完了呢 中国的钢铁是需要进口的 这倒不是因为中国生产不了什么钢铁 不是的 日本人呢 他的习惯是什么 是他的汽车厂用他自己的钢铁 为什么 它是关联企业 对吧 钢铁厂套着这些 这个汽车厂 他们是一起的 一溶俱融 一损俱损 所以呢 他们需要用自己的钢铁 对吧 那么 拜走这个 从咱们这拜了 慢慢要拜走之后的话呢 他就要从美国那块进货 知道吧 因为日本生产的话很难了嘛 对吧 他从美国那边想进货 他想要的是什么 就是稳定的钢铁嘛 从 日本收购了钢铁厂之后 从那边进货 他就这么需求 就这个事能做成 对于日本经济起码是个提振 不管是不是提振嘛 起码是有一个积极向下的 那如果这个收购失败的话 那对于日本他那边人来说的话 就是重大的打脸 那一旦是一个重大的打脸来说的话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收购的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说白了呢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一个气象 哎 通过得到这个气象 然后之后怎么做 怎么去如何如何去做事 对吧 他们其实喜欢的是这东西 啊 那要一个气象 这个气象要是得不到的话呢 就是重大失败 所以呢 即便说我收购了 连管理权都没有 他只要能够稳定的钢铁 对吧 这事我就凑合了 对吧 丢人也好 现言也罢 是吧 反正现在也就这么回事 对不对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那也就这么着了呗 对不对 装看不见了啊 那这个事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的话呢 他们需要什么 需要穿宝 给他来这么一下 对吧 这个世界不打脸 专打不张眼 但是为什么人家这么不张眼 人就需要你给他来这么一下 我没跟你说吗 石破帽呢 现在 怎么说呢 他的时间不是很多吧 对吧 因为说句实在话 石破帽这个人呢 现在受关注程度啊 或者说受关注的这个能力啊 都不是很高 对吧 他的支持率不高 他可能没多长时间了 那他能不能够坐得满 这个首相任期不好说 所以石破帽有石破帽的责任 对吧 既然选你这个别人人上来的话 你的责任是什么 石破帽的关键责任就是去挑衅美国啊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定要挑衅他呢 就是你打我呀 你快打我 对吧 你打我之后的话呢 我就对内友解释了 知道吧 所以你看 日美钢铁这个收购案这么向着你 是吧 这么对待你 这么对你有好处 对不对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你想想 你这么对你有好处完了 你还这个 是吧 这个 这个 打我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办 明白吧 明白这个道理吧 那么最后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准备往别的地方走 二手前长了 明白吧 所以说白了呢 这个游戏你看得明白吧 就是人家故意怎么样呢 就是故意让你逃打 对吧 你打我吧 你快点打我 知道吧 最好你每天就打我 你想想 你每天要是打我 对不对 你打完我之后的话 我就让高市早苗那些人完蛋 高市早苗那些人完蛋 明白吗 等他们那些人完蛋之后的话 最后造坑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高市早苗他们只要一完蛋 知道吧 那么剩下的人就用谁都可以了 说白了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内斗 知道吧 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一个内斗 就是每天他们在这内斗 斗的就是斗这个东西 他们通过斗这个东西 他斗到最后的最终目标求得的是什么 求得的就是把日美关系挑破 挑破这层窗户 挑破了之后的话 玩别的游戏 你这个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对吧 很多人你说怕你疯了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 哎 日美关系才多少年啊 日本在这个世界上啊 他这个文明存在了起码两千多年了吧 从碧迷乎找这个 这个北魏 不是 找魏国 是吧 找这个曹丕 应该是找曹丕吧 从那时候开始 啊 找曹魏 应该是找曹魏啊 不是北魏 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这个小野妹子 是吧 去见隋阳帝 后来白江口之战 完了最后的这个 这个 是吧 这个浅堂 从那开始 他就一直在玩这游戏 而且 碧迷乎那个时代的时候 他是西边的这个部落 大河族是另外的部落 他们这个部落周期循环轮转 不知道多少回了 日本人 人家是什么玩法 人家是以下课上 什么意思 跟你能玩的成就跟你玩 跟你玩不成 人家玩别人的游戏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人家 一个文明它存在了两千年 那么我知道你这个文明呢 就说你出问题了 对吧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需要 对吧 我去做别的事情 我去玩别的玩法了 没有吗 当我需要别的玩法 当我需要别的东西的时候 那我去做的时候 那我踏踏实实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这个道理有什么说不清讲不明白的东西 你觉得日本人会永远在美国身上踩着吗 不会的 没有吧 这个利益已经到位了 说白了 明眼人看着明白 对吧 人家拿一计算器 最后算了就明白了 首先第一个 日本这一次崩塌 已经足足了了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日本人现在欠 对吧 十 十三点七吧 十三点七万亿了 对不对 所以日本人怎么做 横竖都是个玩 这一波经济已经熬不下去了 安倍的三支箭放来放去 放到最后恶果已经产生了 明白吗 这个已经是熬不过去了 熬不过去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 谁能帮我 谁能有未来 对吧 那人家只能投在有未来的那一方向 对吧 你美国有未来吗 你美国没有未来 为什么 你美国马上就要乱套了 再过十年你就乱套了 对吧 再过二十年你就乱套了 哎 哎 人家是两千年的文明 人家人家经历过一百个 这个二十年 对不对 星与落 对于人家来说的话 人家只是这存在的一部分 对吧 那么星怎么玩 落怎么玩 人家玩的这东西 什么叫老乡身 老乡身既要管星也要管衰 星的时候怎么做 衰的时候怎么做 不好说 而且你千万对于老乡身来说 你别觉得只有星赚钱 衰不赚钱 错了 其实有些时候 星衰之间 没准是衰赚钱 为什么呢 毁低烟田呢 公司 溃败了 但公司的股份 获得增加了 那我问你 对于老乡身来说的话 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呢 比如说这股 比如十块钱 现在这股票变成一块钱了 对吧 但是你的股份 从10%上升到20% 那好 我请问你 你是增长了呢 还是衰落了呢 对不对 你是获得了呢 还是失败了呢 是不是 那这个游戏的话 说白了什么意思 对吧 那玩的游戏玩的是 玩的是什么 不就这个原因吗 所以对于人家来说的话 人家要确保的是 在衰的时候 人家能够让自己的占比上升 人家就算赚了 因为再过十年二十年 等那股又回十块了 对于人家来说的话 人家的占比占20%了 这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 知道吧 所以现在为什么逼着你让你兑现 对不对 那你兑现还是不对 你兑现了 这个案子想兑现 对吧 你说他要抢先兑现 兑现完了之后的话 让特朗普这个 这个 无法做反应吗 无所谓 知道吧 你兑现了 比如你拜登兑现了这个东西 好 ok 我占了便宜 对吧 你没兑现东西 完了让我拖到特朗普 那个时代 我也无所谓 你做成了 做成了之后对线了 完了特朗普 他横托肢结 完了等他上来之后 他又把这否定了 无所谓 人家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把这个理解了 后边东西都其实很简单 人家的真实目的 有且只有一个 为且也只为了一个 是吧 你问我他到底为什么 他就为一件事 就是为了让你打他 你打他 打完了之后的话 他内部那些亲美的全完了 就是日本老百姓到最后的时候恨 三江四海恨 对吧 那发展在眼前 你就是不救我 完了还 又要打我关税 又不让我干这些事 又不让我发展 那最后怎么办 最后为二次潜堂做舆论准备 然后将来等人换人 完了等这些换学究 是吧 那老学就是一拖金色眼镜 是不是 我们当年 知道吧 为什么走到今天 就是因为这CEO里那场对话 对吧 因为那场对话当中呢 我们呢太野蛮了 是不是 我们把野蛮当文明 把文明当野蛮 最后呢 我们离开了文明 就是和野蛮走在一起 当然就得说李鸿章说太对了 为什么呢 李鸿章说了 说中国的衣裳 从古至今一套传下来 是不是 那福德一局 福德一级更是日间 对吧 为什么福德一级是日间呢 因为福德一级 叫咱们怎么样呢 拖鸦如 是不是 离开了文明跟进了野蛮 对吧 最后是因为野蛮造成了今天的失败 对吧 上子皮一封下子皮 换了 换了音了 这一换音是吧 人也就换了 最后人家事也做成了 我跟你讲啊 这不是说我吹个黑啊 你自己看看这事 日本欠债比美国欠债欠的还多了 对吧 欠债比例的话 他欠260%呢 对吧 中国的欠债大概在60%左右 对不对 那工资也好 那人也好 一说就把地方债全都算在这个国债里 你看个地方债 那欧美人的地方债更大 日本的这些地方债更多 那怎么就不算了呢 嗯 对不对 说白了呢 路遥之百利日久见人心呗 说白了还是看谁过不下去吗 你说真好 完了呢他过不下去了 对吧 你说真不好 他还能过得下去 对不对 看那就是这东西嘛 那最后谁过得下去吗 到底是我过关还是你过关吗 关关难过 关关难过 关关过 是不是看最后谁过不了关吗 是你过关还是我过关吗 这道理蛮简单的 所以人家呢 现在就是求打 逃打 是吧 你把他打了 给他破坏了 完了那人家才高兴呢 是吧 你给他破坏了 你给他搞定了 接下来呢 他在他内部呢 他就有话说了 等他在他内部有话说了呢 他就能反复的折上去 等那个时候 等那个中美官员 啊不 等日美官员破坏了 完了呢 他背了锅他下去了 日美官员背锅破坏了 下来了 换别人上来 别人说这不行了 得二次浅长 对吧 得玩点别的游戏了 不能再玩他们的游戏了 那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美国来说怎么说呢 美国就没得说了吗 到那会儿了美国还说什么呀 是吧 那就没得说了呗 日本人到那会儿的时候 差不多最后也就怎么样 也就解套了 等把套解了是吧 后边的事都解决完成了 那还有问题吗 这全都没毛病了吧 所以呢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 他们真实求的呢 就是求打 知道吧 这赶紧打我 这会儿打我我太爽了 是不是 倒也不是说他有什么屁号啊 他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边缘人嘛 那天晚上高二早苗喊那个话嘛 对吧 说再也受不了了 再也不能忍受和 这个咱们这如何如何了 必须得好像一决辞雄似的 对不对 那个后喊了其实也是没有退路 喊了那个话就没退路了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问题他实力他不准许啊 是吧 你海军也好 陆军也好空军也好 没有一个占优势的 是吧 那你你打不了这场仗 你打了完了之后你就惨了 对吧 这道理我觉得没什么可说清楚的 所以日本呢 就等着什么呢 就等着这一次失败呢 失赛完了 他掉下去 我把把股卖给你二次遣唐 他就算活了 就跟当年韩国人一样 就是RMF要来了 是吧 抵抗来抵抗去 抵抗到最后 把股份卖给了这个西方大户 他跟西方 你看起来亏了 但是你反过来想的话 我我卖给了你 是吧 我是给你当的小弟 但反过来说是不是 咱俩也休息一共了 就我的股份变成了你的股份 对吧 你掌控了我 那是不是反过来 他变成了你掌控你自家的买卖 那现在你是你自家买卖了 你能把你自家买卖砸了吗 对吧 将来那三零三井 一说有你的股 你能把三零三井 彻底都崩了吗 那那那玩崩了吗 肯定不可能吧 对吧 那你只要肯定不可能 把这个彻底玩崩了 那是不是咱俩就达成新的合议了呢 咱们达成了新的交易 达成了新的合议 是不是 是吧 咱们就又休息一共了 对于人家来说的话 时间 对吧 十年二年算什么事 人就没跟你说明 人两千年的文明 那未来三十年五十年未来之后的这游戏怎么玩 对吧 玩到最后玩的是什么 对不对 玩的不就是等到未来之后如何如何将来合作的方向 对吧 你把这东西理解了 你再看后边的东西 你还难看吗 你还能理解不了 对吧 这不就很简单的道理 好吧 那么今天这集呢就这里 谢谢收看